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南门中继市场的第一个专舞节来啰 每个摊位的老板都在忙着包粽子 看着每一块肥美又大块的鲜肉包裹在粽子里 小人的肚子都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啦 现在呢就赶快找老板看看今年有什么厉害的粽子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以前叫三寸金莲粽 因为它包起来的形状就像一只小饺 那我们会取名它臭饺粽是因为在台湾很多人喜欢吃臭豆腐 所以我加了臭豆腐 然后它里面也有什么辣肠啊 辣肉啊 干贝啊 加一点麻辣 所以它吃起来味道很棒 很好吃 这是因为流行 所以又把它简单一个取名句 把它净臭脚粽 因为它就是一个脚型 老板那我想问 其实我还看到另外一个很奇怪的那个粽子的形状 哦是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鸡腿粽 鸡腿 对 看起来有没有像一只鸡腿 就是一个棒棒腿的那个形状 对对对对对 这是在前几年的时候 很多考生 他来 他想要弄个棒棒粽 然后考试啊 包粽 包粽包粽 这个有啦 对 然后 它不像那个三角形一样 那个三角粽一样 所以它上面会多一个 所以我们就看看这个造型 所以我们就 啊 包个鸡腿刚刚好 所以就全面棒棒粽 这个叫鸡腿棒棒粽 这个不好包啦 包一只我们那个可以包好钱 所以是把整只鸡腿这样直接包进去 对 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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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佑琴这个米要 西鹅糯米最棒 水枝好 然后米它就一粒一粒粗粗粗答答 不能碎碎 那这个肉一定要梅花肉 这个叫梅花肉 米不能多也不能少 太少也不好吃 肉太多也不好吃 前台北市 我这个是古早味 传统的 因为我是传统的 古早味 你看我的粽子包跟人家也不一样 形状很特别 所以我们这个是传统大陆来的 这个手艺 妈 父母存下来的 因为我们家是包粽子的人 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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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家有看到你们心目中喜欢的粽子吗 这边呢南门中继市场有非常非常多 不论是湖州粽啊 潮州粽 北部 南部 田粽 咸粽 树粽 各种粽 这边都有 你要想要吃什么呢 或是买什么呢 就可以赶快来到这边买哦 拜拜 拜拜